重點區域輔損 現任優先 總統說什麼 也要把鄭運鵬 留在立法院 還有自己的接班人 總統動之以情 如果接換的人 不是讓我放心 讓台灣可以繼續往前走的 我這個退休的總統 也不會太快樂吧 不到半年 就要卸任 總統心情 憂喜參半 尤其選前四天 國家警報大響 已成了政治事件 我聽蔡英文總統 在第一時間的 搭員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一點都不緊張 說只有衛星 大家不用擔心 好像他已經早就知道一樣 回顧總統表情 警報大響時 因手機沒放身上 只能湊去看 陳其邁的智慧手錶 了解狀況 只見總統看了一眼 隨即笑著 安撫群眾 難道真如在野黨所說 總統發布國家警報前 你知情嗎 據悉總統確實知道 對岸下午3點03分要發射衛星 但不清楚火箭飛行航線 與原本掌握航線不同 是在警報響起時 才知國防部發出警報 行程結束 國安單位隨即跟總統報告 國防部這14分鐘內的決策 總統也肯定 只是國防部的錯誤 英文用字卻讓在野陣營 找到疑點 來辦發言人趙玉桑 更一度直言 國防部發這簡訊 對民進黨的選情有傷 選舉期間 國家安全跟兩岸穩定 一樣重要 不認為這個事情是為了選舉 而是應該建立其一套 國家級的防空警報的規範 還有總統府前往也定掉 對岸的衛星發射 以排除政治企圖 服務院這回活速切割 中國建選不賣芒果乾 TVBS新聞 董悠俊去煩柔 他也報導 1月13號 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 同步直播 下午3點 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 最及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 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 一手觀察 晚上8點 政治新局 美中台關係 以待給您最深入而息